大家好,今天來到星期深夜12時就有專屬直播 車號士對曼聯,記得要加入做會員 今天我就跟大家講這場英超大戰 利物浦大勝阿仙奴 利物浦這場球踢得是真的好 但在稱讚利物浦和稱讚高普之前 我們都要先批評阿仙奴 因為我真的猜不到阿仙奴是這樣踢 是完全有別於他們之前用同一套陣容去贏李斯特城的打法 今天對利物浦是令自己埋沒了優勢 所以我真的猜不到阿仙奴會輸得這麼硬 可能你會問阿仙奴輸得這麼嚴重的原因 會不會是跟曼聯一樣呢? 都是大戰4231自殺式 這次的答案是有些分別的 阿仙奴雖然都是出四個進攻點 但其實他們的斯密夫、路維和沙卡 是比較有防守意識會回防 就不是曼聯那些拉舒福特格連活特 欠缺回防意識的球員 所以阿仙奴防守的時候可以變成4-4-1-1 來回高速球的時候 他們也可以換一個兩邊不停變形的4-3-3-3 即是有些時候路維下來防守 就留在沙卡進攻點 反過來也有些時候沙卡留下去防守 就變成斯密夫、路維進攻點 4-3-3這樣不停轉換 只要結合青春風暴壓迫和來回高速球速度 就發揮到阿仙奴的優勢 贏理成那場就是這樣贏的 可能你會說阿仙奴的球員 是不是有國際比賽州的壓力 但其實利物浦那班一樣這麼大壓力 這個文尼沙拉還要去非洲打 更加辛苦了 阿仙奴今季沒有歐洲賽壓力 長遠來說他們積累了體能的優勢、體能的紅利 而利物浦國際比賽之前都經意見到累 阿仙奴這場賽事應該是有體能優勢才是 加上阿仙奴年輕些有青春風暴優勢 根本是有很多種優勢的阿仙奴 但阿迪達是沒有好好利用這些優勢 而原因就是他畏首畏尾 竟然今次作客硬飛路會這麼怕利物浦 變得非常保守 竟然是很少做徹底的全場壓迫 反而很多時候收縮 這樣就發揮不了體能優勢和青春風暴優勢 你要發揮這些優勢一定要全場壓迫 來回高速球扯的 你不扯,你慢慢收縮 慢慢流失了優勢去 令到本來體能處於劣勢的利物浦 是可以控球在腳舒舒服服保持體能 是這樣走過上半場出來 而過程當中 阿仙奴收縮是阿仙奴浪費一些體能 變成利物浦控球族保持體能 大家就開始在體能的差距收窄了 下半場出現了突如其來的黃金交叉 什麼叫黃金交叉呢 即是大家的體能 竟然是完全相反了 即是本來有優勢的阿仙奴就變成劣勢 本來劣勢的利物浦 下半場變成體能優勢 反過來變成 下半場阿仙奴更累 真是一句電影的對白 阿仙奴總結了阿仙奴今天的場球 就是一歉你就輸了 你不能夠歉的 阿迪達最大膽今天 就是在場邊跟高普吵架 即是好像撩膠打那樣的 但是他的戰術真的很歉 搞到雙方的體能出現黃金交叉點 而且由於阿仙奴半場落後 所以下半場先來做回全場壓迫 因為阿仙奴想著亡羊補勞太遲了 即是都說明羊都死了 你現在才補回盧維藍 是沒有用的了 太過遲了 下半場阿仙奴就累過利物浦 所以阿仙奴下半場先來做回全場壓迫 就變成對球很容易散 下半場反過來有體能優勢的利物浦 就可以打多兩個快攻 就贏到4比0 所以今天的阿仙奴輸得這麼慘 原因就是上半場他們流失了體能的優勢 青春風暴的優勢 本來應該是年輕人夠膽死的 誰知就是畏首畏眉 不夠膽壓迫走下去收縮 容許利物浦保存體能 可能你會問 阿仙奴上半場收縮 會不會經意是他們能力範圍唯一可以做的事 答案當然就是絕對不是 因為其實阿仙奴上半場每次偶然做到徹底的全場壓迫 很多時候都能夠成功破壞到利物浦的後場猜球 令利物浦有很多失誤斷纜 是充分反映了只要阿仙奴夠膽壓迫 是必然會產生體能優勢 以及成功搶到球去打些反擊 而且只要偶然阿仙奴有機會反擊 利物浦其實那班人就不夠快追回來 講的是上半場的時候 不過阿仙奴選擇上半場很多收縮 就變成上半場很少反擊機會 所以阿仙奴就不是說做不到 而是他們不做 而是他們不夠膽做 看來AI人工智能都要把膽識這件事 列入他們的考慮範圍 之前我還沒叫大家留意一個網站 叫做365tips.com 看看他們的best tips AI人工智能預測能力 和我用人腦預測的比拼 經過了我大概一個月來的觀察 發現人工智能的準確程度都可以去到八成 而且7天之內他們是可以預測40-60場賽事 我們用人腦去預測始終沒有那麼厲害的效率 所以我們都開始要接受 就是已經進入了人工智能的年代 這個best tips 就是用大數據結合電腦AI自我學習 多方面深入分析雙方的網跡 數據變化、戰術運用、基本實力、最新情報各樣的不同因素 全部整合 再計算出就是預測的結果 現在他們還在做優惠 訂閱best tips頭7天只需要20元美金 記得要按進去info box的連結 把握優惠的機會 其實之前對里城的時候 阿仙奴是不怕的 不怕他們就踢到4-4-2 變形4-3-3-1 甚至變形4-2-3-1 去壓迫打來回高速球 產生青春風暴優勢 變了對里城的時候 上半場就領先到了 就贏了 阿仙奴這些玩青春風暴的球隊 是必須要先下手為強打大戰的時候 必須要先下手為強 是上半場有體能優勢的時候 就是用盡全場壓迫和速度去發揮到的優勢領先了 這樣才有用的 你上半場領先不到 你收縮 你領先不到 你下半場體能下降了 是再不夠壓迫力量、速度力量的時候 就沒有了自己 其實如果你真的這麼怕利物浦的話 就麻煩你不如不要四個進攻點 阿迪達 你轉過三中堅 你轉過三中堅 五後衛 你肯定攻守平衡的時候 你就肯定有空間和膽量去做一下全場壓迫 你看回阿仙奴的後備值 根本有足夠的後衛 可以打五個後衛 蘇亞利斯可以打右後衛 你變成可以把虎安健陽移入去打偏右中堅 如果你說蘇亞利斯不夠快打大戰 OK 泰亞利 泰亞利就是打偏左中堅 泰華利斯繼續打左邊WB 這個虎安健陽其實他有能力打右邊WB 都是三中堅 而且你打五個後衛 很可能阿仙奴就沒有那麼容易輸上半場的佛球 說起這個佛球 當然是要稱讚阿歷山達阿諾斬得很漂亮 利物浦利用非運動戰的死球轉化能力打破平衡 這個都是他們當年拿英超冠軍的殺雀 不過這個死球當中都要批評兩個阿仙奴球員 第一個要揹鑽的當夜加比爾 他判斷不了高球的落點失敗 頂不了球 解不了位 不過你還可以說阿諾斬得太漂亮 如果你要避免阿諾斬嶺佛球 你真的要避免在這些地帶犯規 所以第二個要批評的人 就是奧巴美耶 就是他犯規輸這個佛球 當時他是面對馬迪普嘗試個人突破 根本不用犯規 這些中堅突破通常都沒有什麼速度 你肩膀對肩膀就已經很容易搶到球 根本不需要橙落地下 你肩膀對肩膀就沒有那麼容易犯規 但你橙落地下就很容易犯規 另外還有一個阿仙奴球員 當然是要揹鑽 這個就是塔華利斯 今天有很多傳送失誤 包括下半場早段的後場猜球 送大禮給祖達拉開紀錄 這裏就叫做批評完阿仙奴了 是時候要開始稱讚利物浦了 雖然利物浦今天頭兩個入球 都是靠死球和對方的送大禮 但今天利物浦的運動戰術很好 上半場都很好 原因就是高普終於想到一個辦法去處理文尼的問題 他終於想到怎樣幫到文尼去滿足他入中間入球的慾望 而同一時間又影響不到利物浦的整體結構 而且是繼續令到利物浦有個左邊進攻點拉回那邊 這個方法就是他容許文尼來不來和祖達調位 即是文尼是容許入中間去嘗試尋找入球 但是有權利就有義務等價交換 同一時間你都要有些時間和祖達調位 當你和祖達調位 你文尼打左邊的時候 就麻煩你乖乖地拉回左邊 即是有得讓你入中間去入球的時候 你就可以盡情在中間留在打前鋒位置 變了他就有個交換的條件 可以說你打回左邊的時候 就麻煩你乖乖地拉回邊 你不需要在打左邊的時候自己入中間 這樣很有好處 這個改善的方法之後 真的少了很多失誤 就是少了文尼以前 是本來安排打左邊的時候 自己長期移入中間 而失誤的問題 他現在很多時候是調位 即是他不會長期在中間 他就不會經常撞到失誤機會 少了失誤 而且一戰雙丟 就是他拉左邊就破到密集 三十四分鐘 文尼拉左邊拉空的HalfSpace 再交直線 又是被左後位的森美卡斯插入 入到禁區底線 第二波傳中 產生這個沙拿必入球 是破了密集 差點進去了 那麼 今季利物浦是很少由左邊那邊破到密集 通常都右邊破密集 因為之前就只是沙拿拉右邊 文尼是不拉左邊 左邊就破不到密集 之前羅伯神打正選左閘的時候 這個文尼不拉左邊 左邊都破不到密集 羅伯神都破不到 但是你今天只是出後備 左後衛森美卡斯打的 只要你這個文尼拉左邊 森美卡斯都破密集 所以你就說文尼拉左邊多麼重要 所以之前文尼他不是做不到的 也不是什麼戰術給他入中間那些壞事 他是不去做的 他只要肯做 利物浦戰鬥力又大增了 那麼現在高普這個方法 就真的妙了 可以讓他做到了 也可以讓他在中間發揮到入球機會 可以讓他在同一時間 乖乖地拉左邊 今天如果不是阿仙奴的 這個守門員是有幾個精彩破舊 其實利物浦就贏到六球或以上 而今天發生的所有事 就是明顯反映了高普 承認他之前 任由文尼在左邊的時候 不停移入中間 這個舉動 這個戰術是錯了 他承認錯誤 他現在改善了 真的少了失誤 同一時間有很多好處 利用到文尼在中間入球能力 同一時間他又利用到文尼拉左邊 破密集 這些才是對的戰術 所以不枉我之前提出這個問題 都說了兩三年 高普終於肯承認錯誤 再找到一個改善方案 這裏真是怕爛手掌 不過這個方法要留意 他只是可以在祖達的時候才有用 即是如果你遲些 發明爐回到正選位 你變成文尼來不來 跟發明爐調位 這也沒用 因為發明爐是打不到左邊 這就變成沒有效果 所以文尼和祖達一起打的時候 這個方案才有效 雖然今天 的而且確阿仙奴安排好環境 給利物浦發揮 上半場可以舒服控球賽 但利物浦無論上半場 破密集的能力 和下半場打快攻的能力 都是打得好 變成很好 唯一雞蛋挑骨頭的地方 就是利物浦拉開紀錄之後 繼續來回高速球 對攻 也有參與壓迫和阿仙奴快打快 沒有怎樣拖慢 比賽節奏控球在腳 或者主動收縮 減低體能消耗 就只有最後十分鐘垃圾時間 才叫做拖慢 那我就擔心 那一段的下半場 頭中段那裡 影響了他們日後的體能 打來回高速期都容易受傷 你始終都會知道 利物浦現在是一個小型雙兵潮 而且未來非洲國家盃 就不知道要不要打 變成其他球會未必有所謂 但是班底不太厚 陣容容易受傷 積累了疲倦特別多的利物浦 就真的要把握任何有機會拖慢 比賽節奏休息的時間 其實拉開紀錄之後 是可以拖慢休息 那下半場 是早段都可以拖慢 不過打英超 有機會入球的時候 嘗試入多些球去拿得失球差 也都無可口非 變成今次我都不是批評 但是我擔心 就不知道會不會這一段的快打快會 影響了之後 就是體能的問題 希望利物浦不會拘捕得太過盡 去出現大型雙兵潮 大家如果like的話 記得要給個like這條影片 令到我的影片多些推送出去 那我的頻道才可以增長 來到Patreon片尾彩蛋部分 利物浦他遲些 不知道貴中可能要打非洲國家盃 可能有雙兵潮 不知道怎樣 是不是擔心 不過我現在又發現有個好消息 說不定利物浦出現雙兵潮也好 打非洲國家盃也好 利物浦的前四 很可能都是找過台炸彈 找過淡定 為什麼呢?有什麼好消息呢? 甚至乎這個消息 都是阿仙奴的好消息 記得要去Patreon繼續聽下去 若果你都想對於何榮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就很幫到手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也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當然就是沒有廣告的 7元美金的話 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就有了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 就到精裝版了 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蔡侯平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 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若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 你可以裝一個拍著照 即是Tap & 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了 拜拜